家忙開店 休息時間 燈不敢全開 要告訴自己得習慣節約用電 因為三月要開定價審議委員會 傳出恐怕要調漲 直接喊話不要漲太高 因為受到惡烏戰爭影響 國際能源成本上漲 臺電機兩年累積虧損 高達五千四百六十億元 即便有五百億特別預算 和一千五百億增資 仍無法補足缺口 因此經濟部三月初 將召開定價審議委員會 討論四到九月定價 恐難打調漲壓力 定價的決定的過程當中 穩定民生物價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考量 高壓的用戶 從五月中旬開始 然後到後面再增加半個月 所以等於是前後 這樣加起來多一個月 只有高壓的用戶 那民生的用戶沒有不在裡面 是否要動漲 沉浸人不鬆口 傳出可能朝向民生不漲 只針對工業和用電大戶調整 但工商界也喊話 商總理事長許舒伯 就主張幅度不宜過大 攤開各國電價比較 二零二一年 我國住宅和工業電價 都是全球第四低 而這兩年各國電價也狂漲 英國工業和住宅電價 漲幅高達百分之七十 法國一度傳出飆漲十倍 後續現漲百分之十五 意大利 德國等歐洲各國 電價也都突破新高 美國分別漲百分之十九 和百分之三十四 日本漲三成和五成 臨近韓國漲兩成和兩成七 相比之下臺灣只在工業漲百分之十五 民生更只漲百分之二 政府努力平穩電價中 八百到一千左右 希望不要漲太多 省一點吧 不要再亂開店了 電價漲不漲又要漲多少 政府努力平穩電價和物價 只盼降低對民眾衝擊 三連熟 郭宇軒永遠不過臺灣報導